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上午共同出席警察节活动 苏院长在时事受访之前 得知原本要陪同的内政部长徐国勇 一早快筛阳性也表达关心 但也关心 刚刚我从总统官离开会出来 有直接和徐部长通话 他的状况还好 只是有一点鼻塞 要进一步来 我建议他要好好检查 好好休息 安心静养 他说都没有问题 也很谢谢 那我特别要呼吁国人同胞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病毒传播力很强 但99.7%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大家可以把平常做的防疫 该更确实做到 同时我也特别要请大家 没有打疫苗的一定要打满 打好 那另外政府阁员都非常非常辛苦 工作夜以继日 不门不休 我还是请大家要保重身体 如果有任何状况 就一定要好好休息 那在今新闻跟台湿要询问 中国说台海是内海 那外界解读是习近平密谋合理化武统台湾 那院长怎么看 以及这样子是不是显现了并吞台湾的野心 那升高了区域紧张的态势 中国要并吞台湾的野心从不停止 也从不遮掩 而台湾海峡是国际自由航行的水域 绝不是中国的内海 我们可以看各国的军舰 全世界的商船 不停止的 每天无数量的在通过 可见中国自己这样的做法 更引起国际 认为它是毫无道理 也毫无遵守国际规判的这种责任 台湾在蔡总统领导下 我们一直以备战来指战 同时我们也一直以加强国防全民戒备 来防止对台湾有野心的国家 任何蠢动 好 那再来进新闻 一电视跟提台要询问 年底选举传出民进党在新北的布局 因苏细许的共识 有意推派因系立委罗之正角逐 台面上所说出来的人才 都是非常好的人才 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持 不过选举的事情是由党中央去处理 我负责行政院 为国为民服务的工作 好 那一电视跟华梢 询问黑心业者违法进口 中国制富乐快山 那是否会对业者开发 那国民党质疑 这是政府涉嫌图利120亿元 那院长怎么看 黑心无量厂商 对于关系人民健康的遗材 竟然图暴力 而以他国类品来仿 爆进口的品牌 非常不容易 我们国家社会 政府一定严查严办 中央并没有 指挥中心没有购买这个益彩 但我们会要求相关机关 严查严办 同时守护国人健康 是政府中央到地方 一贯的责任 我们更会严谨来把关 同时对于违法的厂商 该怎么处理 都由主管机关 依相关法制处理 好